上回讲到学生们齐集天安门 总数不下三千人 由学生界推出代表 当众发表宣言 主张青岛问题要坚持到底 绝不能为汉奸所卖 宣言书是这么写的 呜呼国民 我最亲爱 最敬佩 最有血性之同胞 我等含冤受辱 忍痛被购于日本人之密约微调 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 青岛归还问题 今日已由五国共管 将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 噩耗传来 天暗无色 福何以正开 我等之所悉迹所庆祝者 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 有人道 有公理 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 军事协定 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 公理也 及正义也 被公理而逞强权 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 柴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 非公理 非正义也 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 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 辅日本虎狼也 既能以一纸空文 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丽 则我与之交涉 简言之是段宋尔 是王青岛尔 是王山东尔 辅山东北厄燕进 南控厄宁 当宁汉金谱两路之冲 十南北之咽喉关键 山东王 是中国王矣 我同报 除此大地 由此山河 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 压迫我 奴隶我 牛马我 而不做万死一生之呼救呼 法之于亚鲁萨老连两周也 约 不得之 无宁死 亦之于亚德利亚海峡之小弟也 约 不得之 无宁死 朝鲜之谋独立也 约 不得之 无宁死 福至于国家存亡 土地割裂 问题吃紧之时 而其民 由不能下一大决心 做最后之奋就者 则是二十世纪之建筑 无可与于人类这意 我同胞 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 急欲奔救之者呼 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 通电坚持 为今日之要招 至有甘心卖国 肆意通奸者 则最后之对付 手枪炸弹 是赖矣 危机一发 信共图之 读完宣言书 又有学生部干使数人 分发传单 见人就给 传单上面写着 现在日本在万国合会 要求并吞青岛 管理山东一切权利 就要成功了 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 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 山东大势一去 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 中国的领土破坏 中国就亡了 所以我们学界 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 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 勿望全国工商各界 一律起来 设法开国民大会 外征主权 内除国贼 中国存亡 就在此一举了 金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 说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 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 而不可以低头 国王了 同胞 起来呀 学生们准备了数万张传单 但是一半被沿途的巡警拦截了 巡警嘴上说是代为散发 其实到手就扯 撕毁了事 京师警察总监吴炳香 得到学生暴动的消息 急忙调派警队到场弹压 就连教育部也派出职员 劝阻学生不要轻举妄动 教育部会代表学生提出主张 但是学生们哪里肯信 仍然按照上午的议案行动 当下整顿队伍 准备赴东郊民巷 区建各国驻京公使 请求协助中国 征环青岛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教育部代表又向学生劝解 说 事先未曾通知使馆 恐怕不能在使馆区内通行 而等不如暂先归学校 举出代表数人 方可网见外食 学生们听了又不肯认同 仍然向东前进 随后由警察总监吴炳香 亲自前来阻拦 嘴上说的不外老生常谈 学生们全然不理 反而踊跃前进 直奔东郊民巷 吴炳香见学生人多势众 也不敢犯众怒 只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过去 学生团拥入东郊民巷 来到美国使馆前排队助力 推举罗嘉伦等四人为代表 觐见美国公使 刚好美国公使不在馆中 又翻译出来问名学生来历 罗嘉伦做了简单介绍 翻译答称 今日礼拜 各公使拒不在馆 朱军爱国热诚 当代向美公使转臣 罗嘉伦等居功道谢 并取出请愿书交给翻译 然后退出 随后又去英法各使馆 果然各国公使军以外出都没见到 只好将请愿书递交进去 当路过日本使馆时 使馆的安保人员来索取中国政府护照 说没有护照不准通行 学生团无可奈何 又不好违法通过 便由东向北 穿过长安街及崇文门大街 直奔东城赵家楼的曹汝林住宅 快到门前时 学生团全体大呼 卖国贼曹汝林速来见我 看美人当然惊慌 立刻将双门紧闭 附近的警察不得不为曹部长帮忙 调集了数十人在门前警戒 学生团到了之后就上前敲门 警察出面拦阻 但是压不住学生的锐气 一言不合便起了冲突 警察寡不敌众也无能为力 学生们绕着宅子走 看见屋后有几扇窗子 就捡起地上砖头往里扔 把玻璃全打碎了 然后又拿着小白旗 纷纷扔进屋子里 扔到屋顶上 曹宅顿时变成一片白色 门口那些敲门的学生 还在乱敲乱喊 敲了好一阵子也不见开门 学生们正要另想办法 忽然哗啦一声 前门大开 学生团城市闯进去 到了大厅 喊曹汝林出来 等了一会儿没有人出来 环顾左右 也不见有曹家的仆役 只见厅上摆设整齐 锁陈桌椅 多是红木子坛制成 学生们不禁动怒 一气说 这都是卖国贼的回扣 得了若干媚心钱 制成这般物件 看辱卖国贼能享受几时 说完就有几个学生 搬起桌椅扔到大厅外 大家一看有人动手 就一拥而上 把大厅中的陈设 毁坏了很多 大厅旁边有一条涌道 学生们顺着涌道往里走 原来这是通向曹家花园的 当时正值初夏 日暖风和 花园内呢 花木争容 红绿相间 别有洞天 还停着两辆汽车 大家看了更生气了 七手八脚把汽车砸了 再往里闯 就是内厅 有几个东洋人 与一个穿东洋服装的中国人 悠然坐着 跟没事人似的 有几个学生指着 那个中国人对大家说 他就是张宗祥 于是大家纷纷上前 跟张宗祥理论 说 你就是张公使吗 久仰久仰 但问 你是东洋人还是中国人 为什么甘心卖国 愿做日奴 张宗祥还没来得及回答 一旁坐着的日本人 已经是一脸的愤怒 学生们更生气了 说 张宗祥 你是请他们来保驾的吗 你如果不要外人保驾 毕竟你是我中国的长官 我等学生 只好向你起敬 你今日要仰仗外人 明明是个卖国贼了 我等不好犯中国官 只不肯容你卖国贼 张宗祥到了此时 还自是有日本人保护 愤然起坐说 你等读书名理 为何纠中作乱 刚说出乱字 便听得众声嘈杂 起初是一片卖国贼的骂声 到后来只剩了一个打字 大家一起喊打打打 几个手快的学生 冲上去挥拳就打 张宗祥无法挣脱 挨了一顿老拳 几个日本人慌忙遮拦 左拥右护 扶着张宗祥夺落而逃 众学生因有外国人掺和在里面 怕惹起外交纠纷 也不敢乱打 因此放过了张宗祥 然后又去找曹汝林 四处寻找 始终不见曹汝林踪迹 只找到曹汝林的一个妾 躲在内房 此外还有几名妇女 都以下的浑身发颤 面如土色 学生见他们是女流 不便相逼 只是见了值钱东西就说 这是明知明高 不容卖过贼享受 随手就砸 这时候 吴炳香进来 指挥警官接出曹汝林的妾 和那几位妇女 由巡警保护 送往陆宗余家 陆宗余是会业银行经理 这家银行是与日本人合资办的 在东郊民巷使馆区内 所以陆室的家眷也住在东郊民巷 学生不能去闹 但是找不到曹汝林 终究不甘心 学生们正要整队退出曹宅 忽见曹宅里面烟雾弥漫 火光四射 学生急忙退出 门外已经聚集大批军警 冲进去救火 并对着学生放空枪 学生们也有点慌 冲出曹家大门 分头归校 其中有些年纪小 跑得慢的学生 比如易克宜 曹允 许德恒等19人 竟被巡警抓去 关在警察厅 学生们回校后 清点人数 北京大学被抓得最多 在19个人当中 占了一大半 于是大家又怒了 集中到法科大礼堂 继续开会 要去保那几个人出来 校长蔡元培也到了 有学生向他报告了事情经过 说 学生虽感动义愤 举止未免鲁莽 若云犯法 学生实不甘承受 警察擅自捕人 殊属无礼 况曹张两人 受此挫折 未必甘休 既与日本人勾结 又与军阀派有密切关系 必要借着外人压迫 与军队蛮横 罪我无辜学生 纳入行网 恐被捕去的学生将遭毒手 误请校长设法保全 蔡校长也不免惆怅 学生们纷纷出谋划策说 不如其父警察厅与他交涉 蔡校长摇头说 这却不必 学生既非无理 警察厅亦不能盲从全罚 违背公理 如等且稍安勿躁 待我往警察厅探明确信 极力转环便了 说完便出门了 那么曹汝林究竟跑哪去了呢 那一天他本来也在家中 与张宗祥等人在密室续谈 忽然学生们来了 呼喊声震动内外 曹汝林料之来者不善 先令守门人把大门紧闭 避避风头 同时叫人去看后门准备跑 可这时候呢 后边也全是学生 砸碎玻璃窗 投入小白旗 气势更凶 没机会跑 曹汝林眉头一皱 记上心来 索性开了前门 放入学生 自己乘机从后门逃掉 反正客厅里有张宗祥 和几名日本人坐着 就借他们做挡箭牌好了 等学生们从前门闯入 开始砸东西的时候 曹汝林跑到后院 又怕后门外还有学生把守 就选了一段比较矮的墙 翻出去了 翻墙时把腿摔伤 由家人扶着 跑出一段距离以后 叫了一辆罗车 逃到六国饭店 他的妾不能跳墙 只好返回房中 暂时躲避 之后学生打伤张宗祥 张由日本人保护 逃出曹宅后门后 然后送往日华医院治疗 至于曹宅起火的原因 说法不一 有人说是学生放火 有人说是学生击碎电灯 造成短路 有人说是曹宅的家人 自行放火 企图抢劫财物 也有人说是曹如林 在逃走的时候 受益家人 让他们纵火 这样既可以嫁祸学生 又可以借此招来军警 驱散学生 总之呢 这把火究竟是怎么烧起来的 没人说的清楚 起火以后 曹宅附近的东堂子胡同 十大人胡同一带 人山人海 拥挤不堪 保安警察队 部军游击队 消防队 各救火会等等 纷纷赶来救援 不一会儿就把火扑灭了 学生们相继撤走 巡警 乘机抓了十九人 张宗祥到了医院 又气又痛 又愧又悔 他从日本归国时 被留学生嘲讽 心中已经很不高兴 到了天津 妻子还因为这事跟他翻脸 不愿意随他入京 他只好将家属安顿在天津 也幸亏如此 才没连累家人 他独自来到北京 暂时住在总部胡同魏某家里 每天既要跟曹璐等人密伤眼亲 又要应酬一班老朋友 忙个不停 5月4日这天 应故人董康的邀请去赏花 于是来到法园寺董家 午餐后告辞 因为时候上早 路上又听说各校学生集会的事 于是顺路到赵家楼 找曹汝林商议抵制学潮的办法 刚好有日本人在座 大家便共同讨论 不料学生打上门来 自己带人受过 被痛打一顿 曹汝林反倒跑了 叫他如何不恨 如何不悔 别人见他神志昏迷 不省人事 还以为他是身负重伤 已经晕厥 其实他是一肚子委屈 气到发昏 医生给用了药 才慢慢清醒过来 接着有许多朋友入院探视 张宗祥托几个好朋友 把他被打的事情呈报中央 而且叹息说 中国近年以来累借外债 岂止我张庆一人经手 而且主张借债 自有总统总理负责 我不过代为帮忙 怎得虽指我为卖国 但我平心自问 已略有过处 我以为断合肥等 挟着武力政策 定能统一全国 所以热心借债 干任劳院 哪知一般武夫 拿钱不做事 除政相外 今日要求开拔费若干 明日要求特别费若干 外款随借随尽 国家仍不能统一 岁至酿成今日的祸岁 讲到远因 时是五人所赐 若遇据事定罪 亦应由五人居首 为何各校学生 不去寻着浪用金钱的武夫 反来寻着手无寸铁的张某 岂非一大冤枉吗 说到这儿已经眼泪汪汪了 好友们连忙劝慰 张宗祥又说 这乃是我料实不明 误认武夫为有为 致遭此报 现在我已决意隐退了 是非屈直 带住公论吧 好友们只得劝他敬仰 带成报政府以后 自当严惩学生替他出气 解劝了好一阵子 才各自退出 替他上报去了 还有逃往六国饭店的曹汝林 因腿伤 也住进日本同仁医院 让部下把学生毁家 纵火伤人的情况 写成报告 分别成递总统府及国务院 警察总监吴炳香 也早已承报内务部 由内务部转达总统府 预知总统府如何处理这件事 请听下回 请听下回